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19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第二则万维短讯 我是Angela 中共驻美大使谢峰星期三参加阿斯鹏安全论坛 主持人克莱门斯借着他的道场以及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会晤中共领导人之际 又问到中共外长秦刚在哪的问题 谢峰含笑回答说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克莱门斯问 基辛格已经与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以及中国防长李尚福见了面 他是否还会在北京见到秦刚 克莱门斯说 我们就是想知道他现在如何 我发誓 我以为他可能在做秘密外交 基辛格去那里会跟秦刚接触 但是这方面消息还没出来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希望你给我们点独家消息 谢峰接着回答道 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就此事向媒体做了简报 感谢你的关心 克莱门斯与谢峰之间的问答 引起在场与会者的笑声 我是Angela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大家点赞 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